所有的壓力要集中在亞洲登場的日本名將 鑫柯的奧運銅牌得住 反本花枝身上 帶著5.32分的領先優勢 記錄到長曲 短曲80.32分寫下生涯新高 是演出一個clean program 同樣也是在藝術性表現 非常精彩的一位選手 2018年的四大洲金牌 鑫柯的奧運銅牌 要壓軸來登場完成今天的女單長曲 高雪 Vic 強行大之所以跳躍 然後踩摯 右衛 I am your dog, your wife and love. I am your sister. I am your lover. I am your dog, your wife and love. I am your wife and love. I am the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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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拳菲利普,兩拳托魯克,三加二組合跳躍 一般輕鬆的三拳三拳跳躍 Try 6B Sleepy Thai可以達到8拳 三拳菲利普,三拳托魯克,三加三的組合跳躍跳得非常好 三拳白來手,三拳扣,三拳扣,三連跳 夾到8拳扣來手 20 levant Alternatively,我們可以從前 ain't out 1拳王 做出非常多的法定妹們 以及兩個方向的轉體 讓特別的一個換角度可以旋轉 鼻部加個非常快速使用的蟹布 Polo Stickers Polo Stickers and Beauty must go together 哇,最後一個跳躍 這是參選的LOOKER跳躍前面的一個帶動的一個步伐 跳街換掉之後全站 哇,版本花枝 在壓軸登場頂住了壓力 也是演出了非常高水準的表現 可以看到即時顯示出來的技術分析是大幅的領先 也幾乎預告的是鎖定了金牌 帶著5.32分的領先優勢 進入到場取 生涯第三次來參加市井賽 2019年第五名 上個賽季第六名 哇,自己有感覺到在市井賽 好像都沒有辦法發揮到最理想的狀態 今年希望說能夠雪恥 而他延續短曲的好表現 在來到長曲同樣精彩高水準的發揮 並沒有受前面選手表現很好 而有所影響到自己的調整跟準備 對,那我們可以看到版本 花枝喔 呃,他的整個長曲的表現喔 整個滑行的技巧非常的好 速度非常的流暢 而且在做整個動作呢 都非常的輕鬆自在喔 這樣子可以讓他在整個Skating Skill 得到非常高的一個分值 而且每一個跳躍的一個表現呢 都是非常的輕鬆 在做執行步伐的時候呢 也都可以拿到Level 4的一個步伐 我們在從慢動作開始看 到他的第一個跳躍 用的速度非常快速的一個行進方向呢 來做出兩圈半的Excel 以及三圈的Luz跳躍 都是這麼的輕鬆不費力氣 三圈的Philippo加兩圈的Toe 兩圈的Toe都可以上手 還有他的三圈的Philippo跳 還有他的三圈的Philippo跳 加三圈的Tolupa 三加三的組合跳 完成的質量非常的高 還有這一個兩圈半的Excel 加三圈的Toe 再加兩圈的Toe 三連跳 最後的這一個非常驚人的三圈的Luz跳躍 以及他的整個旋轉呢 旋轉的整個質量也非常的高喔 不僅他可以定點 而且轉速轉的非常的快速 以及呢他的整個柔軟度呢 也非常的好 呈現一個非常好看的一個旋轉 所以今天呢他的這個藝術分還有技術分呢 都可以拿到非常高的一個分數 版本花枝在上個賽季喔 顯著的成長日本戰 奪下大獎賽個人首面的金牌 並且在這個賽季完成日本戰的2連霸 另外全國賽拿下了冠軍 當然說季庭梨花還是有受傷的情況 並沒有參賽 但是無論如何版本花枝 還在奧運擊敗了有俄羅斯在內的選手 他拿下了奧運銅牌 寫下個人的成就 來到了今天在長曲 寫下了本季的性高 同時也是生涯性高155.77分的長曲分數 包括技術分80.10 表演分75.67分 長曲155.77分 總成績來到了236.09分 等於是短曲長曲跟總成績三破生涯最佳 版本花枝太翻了 恭喜百分花枝拿下了這次的試錦賽 女單的金牌 這面金牌真的是相當的不容易 也是繼2014年潛田正央之後相隔8年 再次有日本選手奪下試錦賽的女單冠軍 那在比利時的選手 Luna Hendricks 就是拿下了銀牌 這也是寫下了比利時女單的首面 市井在獎牌 另外 Elyssa Liu 劉美賢 美國的新秀 則是拿下了銅牌